今天我們會討論Conservation of Energy 其實Conservation of Energy 我們以前已經說過了 例如有熱水溶水的話 溶水之後我們可以計算最終溫度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它的Energy Transfer去計算 熱水會放出能量 被冷的水吸收了 如果Low Energy Loss的話 就有mcdart的公式 這個其實就是Heat的部分 今次我們會講關於力的Conservation of Energy 這個部分我們會討論一些Mechanical Energy的Conservation 所以在討論之前我們首先定義什麼叫Mechanical Energy 其實我們所指的 就是Ke和Pe 上一課裡面 都有說過Ke的公式就是2分1mv² Potential Energy其實有幾種 主要有彈性性能 如果那樣東西拉伸的話 其實它也會處置頂部的能量 第二種就是 我們所謂的重力性能 Gravitation Gravitation的Potential Energy 我也有公式 Mgh 我們在這裡會考慮能量的手行 即是Mechanical Energy 在開頭和結束都會一樣 好了 譬如Initial Initial的話 它會有一個Ke 我叫做KeInitial 有一個PeInitial 好了 在過程裡面 如果沒有Loss的話 如果沒有Loss的話 沒有Loss的話 那應該 Energy就能夠保存 Energy就不變了 所以 如果我們叫Final的Energy 叫做KeF和PeF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公式 KeInitial 加PeInitial 就等於Ke的Final 加Pe的Final 這個就是我沒有Loss的情況 好了 如果在有Mechanical Energy Loss的情況 那Conservation又如何寫呢 其實我們可以相同考慮 Initial我當作是一樣 就是KeInitial加PeInitial 我們經過過程之後 它的Energy會變成Final Energy 我叫KeFinal 和PeFinal 在過程裡面 如果有Loss的話 即是有部份的能量 就走了 這叫Loss 所以現在我們總共有三個部份 一個就是開頭的部份 這個開頭的部份 到最終會分成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最終的能量 另外還有一些Loss 所以這個顏色 你會看到 如果我這樣的話 有Loss的情況的話 我就可以寫出它的關系 Initial的Ke 和Pe 就等於Final的Ke 和Pe 就加Energy Loss 因為現在 原先的總的能量 就會變成最終的能量 另外還有一些部份 Loss了 因為Energy cannot be created or destroyed 所以總的能量應該是相同的 於是開頭有那麼多 最終會有那麼多 其實這兩個情況 都代表了能量 其實是一個固定 在這兩個部份 在這兩個部份 都可以讓它們 做到一段時間 下一個部份 在那幾部份 加Energy